这很多教师从事教育多年 能把别人的孩子教育得很优秀 但是自己的孩子却管教不了 古人讲的一子而教 是否真要请别的老师来教自己的孩子 这个问题是大问题 为什么呢 中国古人常讲 不孝友善 无后伟大了 无后不是说你没有儿女 是说你的儿女要受到非常好的教育 他能够集成你家道的传统 集成你的家业 这叫有后啊 家里有子孙没有一个能集成家业的 没有一个能集成家道的 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所以教小孩谁教啊 小孩接受教育 最初的老师是父母 一子而教是什么时候啊 六七岁以后啊 那是什么 讲礼仪了 六七岁在上学之前 家教 叫什么 叫弟子龟呀 弟子龟不是叫小孩念的 是父母 把弟子龟统统做到了 做给小孩看 小孩从什么时候学习呢 从一出生就学习了 他一出生 眼睛睁开了 他会看 耳朵他会听 他看他旁边的大人一举一动 他就在模仿 就在学习 所以中国古人讲的好啊 叫儿 婴孩 不是小孩啊 婴孩 婴孩刚刚出生的呀 你就不能疏忽啊 所以在婴孩面前 言谈举止 就是一举一动 一言一笑 都要守住规矩 啊 决定不能有负面东西 让小孩寄出到 这个小孩从小才养成 心正 性情正 是这么教出来的 现在小孩不好教 义子也教不了 什么原因呢 基础东西疏忽 没有从婴孩教起 所以今天社会这样的乱 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疏忽了根本的教育 砸根的教育 这个疏忽了 中国五千年来 无论有没有受过教育 都不都说 懂得 扎根教育 从前没中的学校啊 父女不认识字的有很多 我的父母 父亲 知识分子 母亲不认识字 他很会教啊 他能做出来啊 做出一个好样子 给儿女看啊 所以他用深教啊 他不是研教 深教啊 那么到六七岁了 读书了 读书了 读书了老师 这就一字二教了 老师叫什么呢 你在家里学的一些 做人的规矩 为什么要这样做 老师 老师要教这个 而且老师也要做示范呢 老师自己做不到 学生不会跟你学 所以老师也是个 弟子归感应篇 十三叶的 乐视的 处处要给小孩做榜样 小孩对他有信心了 才叫他读书 才叫他识字 不注重于讲解 讲解呢 讲解是大学的事情 过去中国学校制度的时候 也是不成文理中制度 只有小学 大学 没有中学 小学就是四叔 大学就是太学 国家班 进入太学了 这是陈秀才了 进入太学了 太学里面是讲解 因为这些书 你都念背了 小学里头只管背书 不讲解 为什么你智慧没开 就是叫你老老实实就念 所以小学 着重在戒律 守规矩 所以很小 他心就很前进 他就有顶功 到太学里面的时候 就开智慧了 戒定会 太学里面老师 跟大家讲课 都不要书本的 为什么呢 那些书本的时候 老师背过的 学生也背过的 所以不要用书本 提出来研究讨论 他这回 所以读书真落 哪像现在 念书念得这么苦啊 这么苦谁还要念书啊 所以读书落 其落无穷啊 哪得像现在这么苦 读书其苦无比 那就中国古人 这套传统好啊 太好了 我们要懂得 把它保存下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